油价高涨每个人都希望加油能够再多省点钱 但是确实有民众控诉说 原本连锁加油站一直发行的柴油降价卡 一公升可以替民众省下一块钱 但现在却四处问不到了 可是明明市面上看得到这些新一季的卡片 该不会现在这种所谓的柴降卡都变成了隐藏版吧 一张钢加油卡写着柴油车 天天加油每公升省一块 这么好康民众当然抢着药 不过到加油站询问却也是这种答案 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柴降卡 没啰 发完了 现在那个活动结束了 活动结束了 对 对 不是有那个4月1号开始又有发新的 这个我该去 连跑两家都说没有 加一趟油能省快两个便当钱 林先生从去年开始就使用连锁加油站发行的油降卡 省油一族私底下都知道到加油站就能申办 现在却都改口不发卡 但明明这一季就有发行 到底从哪来 站有的时候跟他要啊 然后他就说没有 或者说就是说可能说发完了之类的 但是打电话去客服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说 客服跟我们说没有发过这张卡 很好拿是因为那个规定很松 这一次改成那个要柴油 每次每个月假计都要固定我10万还算是蛮大的 要固定那你们 加油站总公司周末休假没有正式回应 但员工私下透露 4月以前发卡没有特别条件限制 可能因为油价调涨公司政策改变 只有每个月发油量超过300公斤的顾客 浏览车业者或是站方认定的特别客户 才会发卡 民众质疑交战资讯不公开 省油卡变成特定人士才能拥有 明知道有省油卡却变成隐藏版 享受不到 民众心理难免不平衡 谢谢曾经是庄长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